阿飞的网飞的早餐 我是谭家罗 今天2024年民国113年3月21日 礼拜四的时间 星期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 大部分时间呢 在星期四的这个时段呢 我都在谈教育 呃 少部分的时候呢 我会做一些的人物谈谈 好那今天呢 今天我们谈一件 谈一件 我不太相相信的事情 我无所我不太相信就是说 我不太相信 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是真的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是我觉得 我们这年纪遇到自己的情感 社交生活工作困扰 想要去寻求补救的时候 我会认为它是失败率最高 最没有诚意的 可现在我们现场来来宾呢 给我的讯息是相反 不我成功率非常高的 而且来的人都很有很有诚意 好我们我们在谈什么 我们在谈就是说 如何从如果有外遇 因为外遇我想这已经是现在 现在社会当中 可能你遇到的几率很高的 不管是自己外遇 或者配偶外遇 那几率很高 或者或者被背叛 情感当中来讲 被背叛碰到渣男 碰到碰到碰到渣女的机会 你可能都觉得很高 好但当你碰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受伤 这个时候受伤呢 不只是说 如果你被背叛 你当然会受伤会愤怒 可是有的时候 你其实本身是那个外遇者 我也不见得认为你快乐 其实外遇 那个形势上面 虽然是一种的背叛 可是他不见得是一种的快乐关系 好那但是如何 一旦外遇了之后 大部分吧 可能一旦有了外遇 最后最后就散了 散了就算了 大家互相就叫叫吵一吵 骂一骂 那有的就互相攻击 互相伤害 伤害反正又怎么样的 反正就不可修补 就是破镜能不能重圆 这个问号啊 怎么可能呢 一定会有裂缝 一定有疙瘩 想起来之后一定火啊 那个伤口一定不断的被撕开啊 好 但是林翠芬说不可以 林翠芬认为呢 认为是有机会的 好那在我们现场 让我透过这本书 这本书呢 时报出版 那从外遇洞察人性 疗愈创伤跟重建 信任如何透过心理 资商 能够呢 能够疗愈创伤 重建信任 所以这本书的写作的出发点 就是说 第一个外遇已经发生了 但是呢 彼此之间呢 都还是有些感情 不管是基于 两个人共同的过往 或者为了孩子 等等因素了 那总而言之 想修补 可是有裂缝啊 你知道外遇在感情面的这种的伤害是很深刻的 他他其实就算所谓的修补疗愈 你不会忘记 你知道人如何在不忘记那个当时你背叛我的那种的伤害感 然后还能够再回到一个生活当中 仿佛可以把这件事情暂时放着 甚至于两个人 你说疗愈 还能够共同生活 同床共诊 不发生冲突 甚至还能够维持亲密关系 本人高度怀疑 都没关系 来 林翠芬说可以 就就可以吧 来在我们的现场呢 这本书的作者 目前呢 在松德精神科诊所 那担任了资商心理师的林翠芬 欢迎 哈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话说从头 你从事心理智商多久 如果说拿到执照之后 从事心理智商16年 然后如果连之前 当任义务张老师这种都算 大概20年 20年 找你智商的 大部分都是感情关系吧 感情算是一个比重很高的 那感情有分不同的啦 有些可能是因为沟通 或有些可能会是姻亲 或有些可能会是 就是关系当中 有一些 没有办法过去的点 那就像外遇 这个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之所以会来做感情之商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痛苦 如果不够痛苦 不会来 所以通常我的当事人 来做感情之商 都是双方都很痛苦 或是单方都很痛苦的状态下 才会做感情之商 然后我后来也发现 做感情之商的过程 如果只有一方做 我也感觉效果不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 他们互动的状态 你没有办法观察 他们彼此 真正之所以会向 我的当事人叙述的 他觉得他不重视我 他忽略我 或是他怎么都讲不听 或者是说 他记忆力不好 就是每次都忘记 我说的话 我会感觉很烦躁 要不断提醒他 不断提醒他 那或者是 我觉得他 不尊重我 那他们所叙述的 这些形容词 或是对对方 所抱怨的 或是不满的 或期待若空的 失望的地方 那你两个人 一起来了之后 其实心理师很快 就可以掌握到 他们真正的核心 关键点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做 资商的时候 其实看的不是表象 他们各说各话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们好像要听 到底他们在说什么 心理师 把在家里面吵的内容 再吵给你听一听 不是这样 而是从他们的吵架中 可以看出 他们的亲密互动模式 是什么 他们的沟通模式 是什么 甚至于他们原生家庭 的背景差异是什么 然后也可以看出 这对夫妻的感情需求 是什么 心理需求是什么 然后最后来看 他们之所以 现在没有办法谋合 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 那我可以为他们 做的是什么 所以真的是需要一个 专业的一个协助在这里 看的是这些 很深入的 从吵架中 你可以看到他 其实抱怨吵架的背后 就是心理需求 就是他对他的期待 跟他对他不满的背后 就是你怎么做 我会满意 但是当事人听到的都是坏的 你又在骂我了 你又对我不满了 你又情绪那么多 跟你讲不通 可心理事听的是正的 我可以听到他背后的真正的动机 真正的意涵 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再把它显示出来 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你要怎么表达 你的伴侣才听得懂 不会觉得你一直在骂他 比如说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情人节的时候 难道你不能像唐仙人一样浪漫吗 不能 因为唐仙人也不是 唐仙人也是被骂了一下 所以我就会跟你说 你何以要比较呢 你何以要找另外一个人 其实你就告诉对方说 我好渴望你可以浪漫一点 带我去哪里走走 我会有悲哀的感觉 但他一定要用一个 没有帮助性的说法 然后去讲一件 内心的渴望跟需求 然后对方就说 那你那么喜欢唐仙人 你就跟唐仙人在一起好了 对 我跟你讲 林岁芬一开始就讲到重点 就是最常出现的语言的 伤害性的语言跟冲突 其实就在比较 就是你如果直接是 to the point 就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你直接说你可不可以如何 你没有如何 我觉得那个都还都还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经常发语之后 你为什么不能像谁谁谁一样 那任何人听到 大概都都会有情绪 不管你跟你跟你的配偶讲 跟你的小孩讲都一样 你为什么不像谁谁谁 好 但是但他偏偏 他又是我们口语里面 最常拿来抱怨的语言形式 对 没有错 所以有时候啊 如果说在做感情伴侣之商的时候 常常我就需要帮助他们做的 就是觉察两个人的说话风格 你有没有发现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 我曾经有遇过啦 有人一直抱怨他的另一半 说他都不想听我说话 然后他都觉得很不耐烦 那他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很重要哦 所以当他叙述他的另一半这样的时候 可是他另一半完全不认为 他另一半觉得我都来谘商了 我怎么会不重视你 我为什么 我怎么会不想听 我人都坐在这里 我还不想听吗 但是从他互动的过程中 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他哪一句话 或是他哪一个状态 会让对方觉得受伤 觉得他不想听 因为他每一句话讲完之后 他都会加一句 他都会觉得很麻烦 真麻烦 怎么这么麻烦 你试想 如果你听别人讲话的最后 伪住词都加一句 不管你多么认真的聆听 但是如果你最后都加一句 好烦 怎么那么麻烦啊 怎么想那么多啊 真啰嗦 他没有说啰嗦 他都是麻烦 他都是说很麻烦 你不要那么麻烦啊 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我根本就没有这样做啊 他都是讲麻烦 所以当你一直与助持讲这句话的时候 对方会不会觉得你不耐烦 当我 其实心理师是像镜子哦 我就照给他看说 你有没有发现你讲完话之后 最后都会加一个很麻烦 真麻烦 他说心理师我没有说 所以非常多的人没有觉知到自己的语言 其实是会让别人有不好的感受 就像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啊 我一直跟大家说重建信任 那我的当事人会跟我说 他说心理师 我非常努力重建信任 但他就不信任我 那我要怎么办 那我看他们的对话 我就发现我知道他合以要重建信任 我心意想要重建信任 但我的语言句句是破坏信任 我决定来说 像有些人就会说 那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我做这么多你都不相信是不是 那算了 我去找会信任我的人 那你这句话有重建信任吗 还是破坏信任 破坏信任啊 可是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人 对他自己的语言会造成什么效果 一点觉知都没有 所以心理师的功用就在这里 我会帮助他们来看见 你很想要 你做那么多努力 你有可能会因为你一句话 把你所有的努力都归零哦 然后甚至于又破坏了 他说心理师你看 他根本就没有心理要重建信任 他如果有的话 他说他要叫他要去找信任他的人 他就是要走啦 那你看他 他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是破坏关系的 不是重建关系 所以如果平常他们在家里吵架 不会有人帮他看到这个 可是心理师可以帮他看到这个部分 那可以增进一个人的觉察 才有可能改变 所以有时候在做心理智商 也是增进当事人的一个 对自己说话 或是你所做的事情 到底是有帮助的还是没帮助 当然我会很温暖的问他们啦 就是说那你觉得你讲这句话 你是希望你真的要去找那个信任你的人吗 他说没有啊 我就是生气才会这样讲 那这句话会造成什么效果 那我可能可以让那个受伤 受伤的外遇者 外遇也会受伤哦 外遇者也会受伤 不是只有被背叛的人会受伤 那可能他在过程中有很多挫折 他觉得我做这么多 那你都还不信任我 我觉得很无力感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 所以以至于他讲了很多 反而对关系没有帮助的话 林醉飞你当心理智商师这么久 你对人性都还抱着期待 那不容易哦 我期待很高 因为你刚刚讲 没有了对话的场景 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觉得 这个我常遇到啊 很容易遇到啊 因为他不就是人的口语 或者说或者说人的 人的有一些的 有一些情情绪的对抗冲突的时候 最常出现的语言嘛 而且通常出现的时候 他就只会升高 他他不会降温啊 因为人要改变自己的语言模式 非常困难啊 不难 真的吗 我常会跟我的当事人说 换个说法 换个关系 换个人生 换个幸福 所以你不相信 有人是天生就多疑到 你 你不管怎么去取信 你他都没有用 那我会先探索 他的多疑的来源 他之所以 不能够信任任何人 他那个多疑是从哪里来的 有可能 像很多很多疑的人 他小时候就被背叛啊 有可能他就被他爸爸背叛了 因为他爸爸就歪欲 也有可能 或者他在爱情的过程当中 他有被背叛的经验 以至于他带着被带着创伤 几乎到下一段的关系 他一定是多疑的 因为他已经受创了 所以他在人生过往的经验 如果他前半段有受伤的经验的话 所以我才说 谈恋爱 如果你有受伤的经验 你没有去疗愈你的创伤 你就会带着这个创伤 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你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 像这种被背叛过之后 最典型的行为 就是过度警醒 然后不断侦查 然后对爱情是不信任 对人是不信任 然后他常会陷入一种 会现在好好的 会不会有一天 他突然背叛我 以至于他这个恐惧 会促使他去做很多侦查 偷看别人的手机 或是默默的脑袋中乱想 譬如说有一天 他在路上看到他的情人 或是他先生的车 停在某一个点附近 他就会开始想象 他是不是跟别人在这里约会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 他开始会一直连接到一些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 以至于他接下来 打电话给对方 你人在哪里 你是不是做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 那对方说 没有啊 我去跟客户开会啊 怎么可能 你的车 那你告诉我 你人在哪里 他就说点点点 人在哪里 他说你骗我 你不是去跟客户开会 你一定是跟别人 在一起约会 对不对 他说没有 我真的是跟客户开会 那你照给我看 那我就照给他看了 这一定是经过你设计的 你一定已经 那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不是你没有 是我还没找到证据 所以一个过度警醒的人 就会一连串启动这些 不断的去想象 所以他其实常常 很辛苦的是 他会被他自己这些想象的 他这些恐惧 他害怕的 直接耗损光了 以至于他没有能量 去经营他的感情了 所以有些时候 我也觉得啦 一个被背叛过的人 务必要疗愈 你如果没有疗愈 你就会进入这样的状态 你就会进入过度警醒 你就会进入到 你不信任人 不信任爱情 不信任关系 那你就会做很多 破坏性的行为 而你自己都没有觉知到 好 我还是必须要 相信林翠芬 因为他相信 人在经历了 背叛外遇之后 还有挽救的可能性 否则接下去访问 就没办法做了 我先直接进广告 广告回头 回头之后 但我很坦白 你从台湾的 离婚率这么高 从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里面 大概 自己或者周围的人 成为背叛 或者被背叛的对象 几率非常高 那我为什么会怀疑 林翠芬就是 那实际上面 会迫近重源的 就是没有啊 除非 但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啦 我是说那种形式上面 好像也没离婚 也没分手 是有的 可是我说实在 大部分之后 都有疙瘩 然后你都发现 开始进到了一个 一个冷 冷核的状态 就是反正 已经 已经防御心都很重了 那顶多 就是维持 那个形式性的 那种关系 继续也延续 大部分就是 这样子的形式 就继续 撑下去 尤其你过了 过了中年之后啊 你对人生的那个盼头 也不再这么高了 不像是三三四十二三十岁 是热情如火 觉得明天 明天会会会更好 你到了 你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你开始性格上面 会对人生的看法 自然的趋于保守 在那个时刻 他有可能会让许多 背叛的感情跟婚姻 维持一个形式上面 没有打破的不和谐 可是刚才林岁芬 让我就惊讶 就是说 他对破镜重源 这件事情透过资商 可以办得到 如此的有信心 好 我进广告 因为我还是怀疑的 我回头是继续聊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来今天 如果对于两性的情感 有那种 可以维持 尤其是平淡 破裂之后 又想到呢 比彼此之间 其实有许多的 无法分割 然后 有过去一些 难以割舍的情感 的共同基础 而想要 回到一个 没有破裂前的状态的 还有这种想法 跟努力的人 你有福了 因为有人性 好 那最少林翠芬姓 来我访问来宾 那松德精神科诊所的 智商心理师 林翠芬 因为他已经从事呢 这个行业 将近20年的时间 那这本书呢 从外遇洞察人性 疗愈创伤 与重建信任 书名是非常正面 非常positive 但但是 但是我觉得 在跟生活经验上面 来来讲 感情的这种的破裂 他可能比亲情更难 更难 我觉得 我觉得亲情有的时候呢 只要把距离拉开了之后呢 有空间了之后 他的 他他比彼此之间的 换位思考的机会 都还比较大 可是我觉得感情啊 特别是两性之间感情 反而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经验上面来讲 就是大家在交换 交换一些想法的时候呢 反而比较困难 好 这本书呢 时报出版 好 那这份我问一下 就是 譬如说 我在节目上面 常常开玩笑讲 我就说 有一些女生 我觉得 女生在两性关系里面呢 有一种 有一种特别的快感 跟成就感 就是 他一直想要抓 所以 所以抓 抓没到的时候 很懊恼 抓 抓到的时候 证明自己是对的的时候呢 他是另外一种的 懊恼 可是 到最后是觉得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而觉得有成就感 还是说呢 抓不到的时候呢 反而会比较 你知道 就当你开始 开始想要抓的时候啊 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他绝对不会因为我曾经一段时间 很努力的想要抓 没有抓到 他就停停下来 我觉得大部分生活经验 对吧 他是不会停的 就是他不到什么时候开 开始就 甚至你会怀疑说 对方是不是有了一些 精神冠能症啊 心理方面的疾病啊 那为什么会突然间 以前都好好的 然后突然间就变得很多疑 然后很有情 情绪 然后 因为这些多疑 跟跟这种的 跟这种 就是怀疑你的这种的情绪 他对他对任何两个人关系 破坏当然是很大 谁愿意跟一个 我讲什么做 做什么都不信 每天都在跟你解释事情 每天都在交交代行程 就算真的是那样子 我也不想一直跟你讲啊 我就跟你讲 我今天只是开会 我只是跟朋友吃个饭 然后你都还要问我说 你跟哪个朋友 你们讲了什么 吃多久 吃什么东西 讲完 就是你每天交代这些东西 你真的会 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累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 讲的太简单也不对 讲的太复杂 好像露出了语病 我讲的很写实吧 对不对 好 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仍然要鼓励我们这些人 要对于已经有破裂的关系 要怀抱的信心 可以去找林醉芬 然后去做共同之谘 你说共同之谘比较好 对不对 然后之谘完之后 可以修补的 所以你的病人 或者说来找你之谘的 谘完了之后 真的可以继续走下去 刚刚你讲的那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他有强迫性的行为 不断的侦查 然后一直觉得自己找不到证据 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觉得当事人 你像如果是先生 就是当事人 去跟对方说 我真的没有做任何事情 然后请你相信我 你不要再查了 很难 但是如果是心理师告诉他说 我从你先生所说的 所做的行为 跟他所叙述的 他告诉我的所有的 我把它综合起来 我觉得他是没有任何背叛你的事情 你敢这样子背书 因为我从他的行为模式告诉他说 这些我是从专业 我没有为他先生背书 也没有为 如果我假设他曾经外遇过 然后现在要修复关系 然后我会告诉他的伴侣说 我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 我从心理的角度 从一个人的行为模式的角度 去判读你的先生 他在此时此刻 是有外遇还是没有外遇 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回到你的身边 还是没有回到你的身边 他是假装回到你的身边 还是他真心诚意的回到你的身边 那我从一个心理师的角度 来帮他判读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比较容易信任心理师 他不会信任外遇者 或是不会信任他的伴侣 所以帮忙在这里 所以我也会告诉他说 那当你做这么多侦查 那你完全不信任对方 你觉得对方的感受是什么 我会扩展这个受伤的人的同理心 然后他说他可能会觉得很无力感 或是他可能会觉得很挫折 或是他会觉得怎么做都没有用 的一个有点不想努力了 那当我的当事人 如果他可以亲口说出 他的伴侣的感受的时候 那他的行为才有可能改变 因为他才会了解他现在所作所为 他也是把对方拉回来 还是把对方推出去 那他一直所作所为 都是把对方推出去啊 不是把对方拉回来啊 那你何以要一直做 你明明就是希望对方回来 但你一直做的工作 你一直努力的方向 都是把对方往外推 那这样对你们的关系有帮助吗 他说没有 那你何以要一直做 他就会愣住 他对我何以要一直做 把对方推出去 又让我们的关系 变得更不好的状况 那我做这些有帮助吗 没有 那怎么做才有帮助 一起来讨论 我也不是要替他的那个伴侣背书 但是我的说法比较有力量 那可是伴侣要为自己说明说 我真的没有做 我真的没有 这比较困难 所以有些时候 我觉得需要心理专业的协助 也是在这 还有我会从专业的角度来判断 他的强迫性行为的根源是什么 那我找出他的伴 就是那个受伤者的 强迫性行为的根源 然后我才有可能去停止 他的强迫性的行为 跟他强迫性的想法 像我刚刚已经有跟您分享了 就是说强迫性的行为 侦查的背后一定有想法 比如说像我曾经听过的想法 他就会说 如果我事先侦查出来 就可以帮他断掉 他就不会再往下走了 所以我要一直侦查 一直侦查 他马上就会开始了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警戒 所以我说这就是想法 想法才会引发他的行为 那我跟他讲说 但是你这个想法 有没有帮助到你的关系 其实没有的 你会让一个人有挫折感 或是有觉得再努力也没有用 或是有那种坐牢的感觉 我不断的被监测 我不断的被侦查 我好像犯了一个罪 永远没有无期徒刑 永远没有解脱的一天 那这样对你们的关系有帮助吗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心理师在这里 是像一面镜子 不断的照给受伤的人看说 那你现在做这些 没有帮助性的事情 你要不要停一下 那我当然从我的专业 我可以帮助 因为他们有强迫性思考 跟强迫性行为的人都睡不好 我第一步一定会让他停止暂停 这就是我的专业咯 我的专业就是让他暂停 这些强迫性的思考 才有可能暂停他的强迫性的行为 要怎么暂停 不是说你不要想了啦 停不了 因为他那个是强迫性的 我说强迫性就是 他会自动播放 自动响 这就是需要专业来帮助他 停止强迫性的思考 跟强迫性的行为 要怎么做 你在临床上面真的办得到 我办得到啊 那你有特异功能 我没有特异功能 因为基本上我根本就怀疑 这样叫强迫性 就不可能啊 另外你刚刚还有提到啦 他平常都没有怀疑 但有一天他突然怀疑很强 那我也会呃我的专业的评估也有可能 他其实是罹患了呃就是妄想症 妄想症有一个是关系妄想症感情妄想症 那如果是这样我治疗他的方向就会不一样 疗愈他的方向就会不一样 我可能会呃从不同的角度来治疗他 所以光是要治疗我一定先要 我一定要先评估他的真正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才有可能去治疗 而且我相信很多呃结婚多年的伴侣 都会有感觉 嗯结婚那么久 你的思想都会停留在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吗 你的心理状态都会停留在刚认识的时候 一定不会啊 因为人都是在变化的 对啊 所以身心身心理 社交关系 你对对自己人生的看法都在变化 对所以很多人没有更新 一直用原本对对方的感觉观念跟呃印象 一直跟对方你生活的对象是 可能你刚结婚 甚至于你刚认识的时候 十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那么久远以前的他你一直没有更新 所以其实要疗愈跟重建新人 还有一个部分更新 他已经不一样了 可是不同不代表不好哦 他已经不同了 所以我们要更新此时此刻的他的想法 他的心理需求 他我们两个做什么对我们两个才有帮助 那当然更新也包括一个受创的另外一方 他的想法感觉一定跟以前不一样 那我要如何重新认识他 然后再跟他相处 比较有可能找到让我们相处好的方向那样子 好我要进广告 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谈外遇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外遇者本身 当然他会直接承担到 就是说你在道德上面有亏损被被怀疑 然后你的人格某些方面来的来讲 即使现在社会开放了 即使大家开始讨论到通奸除罪 可是毕竟通奸就还没有除罪嘛 他在台湾这种环境里面通奸仍然是有罪的 轻或重的问题 好所以在道德上面的亏损 以及以及人格上面 被怀疑 所以你可能也会承受到就周围的三三姑六婆 肥短流长公众人物难免就要面对公审 可能的可能几个月了几年的时间了都都铺都没有办法的再曝光 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倒过来讲 在有关于两性关系的被害者理论就是就是一个被外遇者 被外遇者的角度是很少被认真整理跟探索的 我认为他有他的pattern就那个那个pattern有的时候可能比外遇者更简单 就是有某一些的模式跟跟跟就说呢 这种的对待的方式一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外遇的机会就很高 第三个就是说以我这样子一个一个已经是老老男人的经验 那那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很多人想法都错了 就是固然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你常听到有一些的三姑六六婆啦 闺蜜啦 姐妹桃都跟你讲说 哇你要你要盯他盯紧一点啊 你你你你老公现在在外面怎么样 他可能会外遇啊 我看到他跟谁是在一起啊 要如何如何 好像大家都把这这种的当作是一种的互相的叮咛的善意 可是你无法预知要就是说 丁一旦开始产生怀疑之后 他的负面的影响 大部分的外遇啊 他可能不是单纯的那种的最粗糙的 对于青春肉体的想象 以为我就是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然后然后呢 找一个小鲜肉 或者或者或者找一个小小妹妹 你会发现其实并并不是 有的时候都都是在原来的两性关系里面 已经空洞化了 其实其实大部分不严肃 也不会牵涉到太太复杂的问题 他就是情感空洞化了之后的填补而已 但怎么办呢 来 林翠芬有办法 来进广告 回头聊 好欢迎回到费能播放费的早餐 我是谭大龙 来今天星期四的时间了 我访问松德精神科诊所的资商心理师 林翠芬 好那林翠芬的这本书呢 时报出版 那他这个资深的就说呢 资商心理师 这本书呢 从外遇洞察人性 疗愈创伤与重建信任 这个都 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 就是外遇发生了 那外遇发生了之后呢 先了解人性 老实说有许多你稍微有点社会经验之后 如果是单单纯的这种的肉体关系的单逆啊 你事后发现他可能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但是一旦一旦是一旦是其他 特别是当你抓的时候呢 你觉得对方有外遇 你开始愤怒的时候 你就更失去了去检视自己的可能性 你就很容易站在一个道德高位上面 采取一个批判者的态度 他对于真心想修补其实是不利的 好第二阶段的疗愈创伤 然后呢重建信任 虽然我开玩笑讲说呢 我对于林翠芬所能够达成的这种的 透过资商呢 能够让大家呢 恢复到一个可运作的两性关系 我高度的怀疑 但是林翠芬说成功率很高 好吧 那刚刚讲这种 因为面向很多 我也不晓得我讲对不对 我觉得 你是对的 对我觉得真的很多的外遇 特别如果认识的朋友 你会发现 他就是原来关系的 人还没有老 但是关系老了 关系老 老化了之后啊 你不可能每天见到一个相同的人 讲相同的话 但是老化了 关系的老化 比人的老化 我觉得更麻烦 我觉得你的形容很好 就是你用关系老化来形容那样子 那其实当然 在一对伴侣相处的过程当中 所谓关系老化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双方的熟悉感 或者那个亲密感降低了 才会关系老化 我们爱情有不同的元素 一个是亲密感 一个是激情 那当然激情 所有的研究都告诉你 我们也不要太乐观 激情一定会递减的 所以如果要维系一对伴侣 尤其是长期的伴侣的感情 最重要其实是亲密感 那亲密感有四个很重要的项度 沟通分享支持跟了解 那这四个项度当中 你会发现 很多老夫老妻就说 老夫老妻就是这样啊 还讲那么多 然后怎么可能 还会像刚认识的时候 一样甜甜蜜蜜 所以当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就会把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有非常多疏远的状态 就会忽略 因为我就认为 老夫老妻就是这样子 所以常常有些时候 我们慢慢逐渐 他不会是马上的啦 他一定是慢慢慢慢的 所以我们也会很习惯 我们的关系处在某一些 我们认为说理所当然 本来好像大家都是这样 老夫老妻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观念 有可能让我们的关系 就有可能会老化 所以我觉得关系的老化 其实有些时候 我也觉得没那么可怕 可怕的是你忽略 当我们如果说 我们的关系开始有一些 感觉到两个人 真的越来越远 其实一对couple 关系我们越来越远 看他们睡觉的床 或是他们睡觉的状态就知道 一种就是一个睡 我最常遇到的 一个睡客厅沙发 当一对伴侣 已经有一个人睡沙发 他绝对不会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那就当然需要检视 另外一个 当然我不太鼓励分房睡 但有些人他不得不分房睡 因为可能他们的作息不一样 一个会打呼 会有很多的状况 但是夫妻分房睡之后 那要看你们有没有谈心的时间 谈心 如果连这些都没有 那那个关系真的会老化 因为你们两个就几乎不交流 不交流的感情 何以能够有那种 就是感觉到彼此是互相了解 就切断那个了解 所以我常常 我觉得关系老化之前 常常老化了之后 可能会开始断裂 比较需要修复的 会是关系断裂了 他们两个已经断裂很久了 我要开始帮他们修复的是那个断裂的关系 还不只是外遇的事件 还要包括他们在外遇之前 就已经断裂的关系 这部分如果不修 修补起来 就让外遇都停止了 也解决不了什么 所以我就说修复不是那么单纯 没有错 像您说的 他不是说我断掉外面的关系 然后我回到我原本的关系 这样就处理完完毕了 我已经回来了 那这样重新restart 重新开始 一切就好好的 真的没那么简单 所以要修复的 包括你们过去的关系 你们从很好怎么断裂 到现在又破坏了 然后现在如果要修复 那个路径要怎么铺 那个疗愈的路径要怎么铺 重新新人路径 路径要怎么铺 那个每对 每个伴侣都不同 那像这样的状况 我可能就是要跟他们讨论 怎么铺那个疗愈跟修复的路径 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 您提到有一个 我觉得也蛮重要 就是如果激情真的会递减 激情是会递减的 那一对夫妻或伴侣 激情递减了之后 如何去维持彼此的热度 我也觉得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没有说它很容易 其实激情的维系 有时候也蛮难的 或者是说经历一个外遇的冲击之后 双方要再敞开自己的身体 然后再去跟对方发展一个很亲密 很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一定有比较 你跟他做怎么样 你在那边得到比较快乐吧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 有很多的确需要克服 他的确不是件容易 所以才需要心理师 如果那么容易 就真的不需要我们了 他们自己做就好了 他们自己修复就好了 他们自己疗愈就好了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关卡要怎么做 所以我有时候对外遇这件事 我没那么悲观 是因为我把它当成是一个症状 或者我把它当成是夫妻 关系锻炼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起点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负向 就是因为你受到这么大的冲击 你才愿意好好的去看你们的关系 不然你又进入到那种忽略 然后依然每天过同样的生活 然后完全不会去把锻炼 就是怎么去把它修复起来 因为我们已经锻炼很久了 可是你从来不把它当一回事 何以你现在此时此刻会把它当一回事 是因为他被他外遇了 你才把它当一回事 如果在他没有外遇之前 你都把它当空气 你都把它当家具 你都觉得有他没有他也没有差 那当然对他而言 他也没有情感的灌溉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我比较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就是说就是没有这样的冲击 你就不会当一回事 那就遇到一个冲击 你好好的当一回事 他就有修复的可能性 我不能保证说一定会修复 但是就有可能性可以修复 其实我看过各式各样的伴侣 他们有可能三年不讲话了 他们来的时候 那个怒气 那个愤怒 那个敌意是非常大 从他的眼神我就可以看到 快要可以杀死对方了 那如何让他的眼神转变成有爱 然后开始看着对方 里面可以散出爱的光辉 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要如何去把情绪 愤怒的情绪消化掉 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才有可能转换他的感受 跟他的情感 才有可能修复 所以他的确是一条漫长的路 但我还是觉得 只要找到方向 只要找到关键点 还是有蛮大的契机 可以来做的 这样访问林 林岁芬 有一种 有一种刚告解过的感觉 你有没有被疗愈 我觉得我突然就发现 因为你讲的 你讲的很有自信 而且坚定 对就很坚定 所以他不知不觉当中的 就影响到我在生活经验 当中对于这种经常发生的 在我们的圈子里面 经常发生的事情的终局的看法 因为大部分其实只要 一发生的那一刻 我遇到的大部分的两方就放弃了 绝大部分 他根本连启动到 说要去找林岁芬 去智商的 那个动作都不会有 那有很多 如果没有到放弃 也形同陌路 然后大部分都是为了小孩 那就撑着 或者就觉得 反正也没有真的外遇 但是感情就破裂了 破裂了之后也不强求 因为总觉得要让一个人改变 或者自我改变都很困难 我觉得那是事实 人到了这年纪 如果明明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受委屈了 不管是外遇者被外遇 都觉得自己受委屈 然后你还要我改变我 我干嘛呢 就很多很多时候 我已经受委屈 你还要我改变 你还一直在说我不不好 好吧 这些都是会常遇到的事情 不过有一点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还能够共同的一起去找林翠芬的时候 我觉得就还有希望 只要两个人 你知道那个动作就不容易 因为很多时候一方或者是两方根本就觉得不要试了 我们根本就走不下去了 每次讲两句话就吵起来 难道去吵给别人听吗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去坐下一次两次能够坐下来谈的 我认为就还有机会 虽然好像有点难 不过林翠芬说不难 只要开始真的都不难 我说有可能 对好 但是OK 今天最早我觉得以后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找林翠芬来会比较正向一点 好 那这本书呢 从外遇洞察人心 那疗愈创伤跟重建信任 好 那作者是林翠芬时报出版 好 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 我觉得先可以先看一看了 里面其实你看完了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每一页好像都在写自己 每一页都好像在写自己周围认识的人 其实这些故事在我们生活里面 不管你 你不管看连续去看哪里都 我再举个例子 我曾经讲过 我说有一些的 有一些社群 他的他的人 进入这个社群讨论区的高峰期不太一样 有一个社群就是妈妈社群 妈妈社群啊 就是近战 讨论的高峰期都在半夜 半夜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 妈妈都在那个时候 叫欺人就是凡人扎 几里挂拉这边讲一大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老公都睡觉了 那妈妈就上线 那妈妈除了上线在干嘛 就看连续追追据的高峰期 也是在半夜 他就告诉你 就是说有大量的家庭 其实到了晚 不要说什么什么分房啊 分床 就是几乎都都都都一样 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就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下 虽然它是追据的高峰期 跟妈妈社群的高峰期 为什么都是在晚上的十一二点之后 有原因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林翠芬 谢谢 好 如果要找林翠芬 你到松德路的松德 松德精神科诊所 好 那你可以找到林翠芬 其他的问林翠芬 不要问我 来进网告回头新闻